中亚有五个国家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和土库曼斯坦 中亚地区并非人类文明的发源地 但却是人类文明最大的交汇处 是华夏文明 古印度文明 波斯文明 古希腊文明 伊斯兰文明的交汇之处 长期处在欧亚大陆历史的十字路口 也是十手之路的苏流所在 各种文明在此不断的交汇和碰撞 所以中亚先后被多个帝国所统治 公元前2000年左右 来自东欧平原的英欧人种 雅利安人进入中亚 在此建立了包括大碗 堪居 乌孙在内的绿洲与永牧国家 公元前550年 屈鲁斯大帝 建立了波斯帝国 阿契美利德王朝 随即征服中亚 波斯帝国也是世界上 第一个横跨亚乌菲三大洲的帝国 公元前334年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波斯帝国 将中亚纳入帝国版图 亚历山大死后 帝国四分五裂 西伊兰地区属于塞流谷王朝 而东伊兰地区属于 桂双帝国的一部分 公元前三世纪以后 三千初始席域 开通失授之路 中亚成为沟通亚欧大陆的桥梁 不过 崛起于蒙古高音的匈奴人 一度控制了几乎整个中亚 公元前247年到公元226年 波斯人建立了安息帝国 驱逐了塞流谷王朝 安息帝国后来演变为塞山帝国 从公元224年到651年 灭掉贵庄帝国以后 中亚被波斯帝国统治 公元651年开始 中亚地区又归为阿拉伯帝国统治 与此同时 唐朝重新控制西域 恢复死守之路 公元六世纪后期 兴起于阿尔泰山的突厥人 建立了从大西安里 直到离海的广阔帝国 突厥分裂以后 西突厥逐渐涌入中亚 逐步改变了这里的人种结构 开始了中亚的突厥化进程 成为黄白昏雪人种 而唐朝则兼斌的西突厥的地盘 吉尔吉斯斯坦就在其中 唐朝在西域设立了安息都护府 负责管理中亚部分地区的事务 随着阿拉伯帝国的东库 与唐朝的退却 中亚地区的突厥人 逐渐伊斯兰化 公元九世纪 波斯萨曼帝国 统治着乌兹别格斯坦 山林河中大片地区 后被突厥化的 喀拉玛韩国所灭 灭国之后的波斯人 退到费尔干纳本地 成为了今天塔吉克人的祖先 也是今天五个斯坦国中 唯一一个非突厥系的民族 到了九世纪以后 突厥人取代了波斯 在这里建立了一系列王朝 诸如加瑟尼王朝 喀拉罕王朝 塞尔驻帝国等 喀拉罕王朝 接受伊斯兰教 得到阿拉伯帝国的援助 吞并了中亚 在喀拉罕王朝的强力推行下 伊斯兰教覆盖了整个中亚地区 即使是古波斯人后裔的塔吉克人 也接受了伊斯兰教 自此中亚完成了伊斯兰化和突厥化 后来塞尔驻帝国在中亚 被西辽祭拜 西辽又被花拉子魔祭拜 公元1142年到公元1231年 花拉子魔国统治中亚地区 死后 蒙古人三次牺牲以后 中亚被蒙古帝国征服 分别归金战韩国 查河台韩国 伊尔韩国 等蒙古韩国划分统治 公元14世纪 金战韩国的穆罕默德乌兹别克韩 建立了乌兹别克韩国 成为乌兹别克民族的祖先 1456年 一部分部落脱离乌兹别克韩国 向东迁徙到属于查河台韩国的 巴尔喀斯湖以兰的楚河流域 公元1470年 他们自身哈萨克人 建立了哈萨克韩国 而乌兹别克人 从16世纪开始逐渐建议到复杂到菲尔干纳盆地 变成了定居的隆耕民族 他们不但集赞了卡吉克人的地盘 还把另外一个生活在这里的突厥部落 古斯人给赶走了 赶走的古斯人来到卡拉贡布沙漠 被称为土库曼人 此后突厥人天穆尔 推翻到查河台韩国 建立了天穆尔帝国 开始统治中亚部分地区 16世纪初天穆尔帝国灭亡以后 乌兹别克人 自己建立的布哈拉韩国 逐渐成为这里的统治者 在19世纪前期 俄国人进入了哈萨克人放牧的草原 此时中国的清朝恢复了西约的统治 并设立新疆省 哈萨克韩国不是一个统一的韩国 内部争斗十分激烈 给了俄国人趁虚而入的机会 俄国人征服了哈萨克 1840年鸦平战争爆发 清朝的虚弱暴露无遗 俄国人搭举出兵 强障大骗清朝领土 到1881年的伊犁条约 俄国通兵了44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外西北生活的吉尔吉斯人和塔吉克人 全部划入了俄国 俄国人继续南下 到19世纪末 又征服土库曼人和乌兹别克人 到1885年 俄国彻底通兵了中亚 1917年10月革命以后 苏联继承了俄国对中亚的统治 并进行了大公布的民主划分 设立了5个直属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由于几百年的混居 造成各组织的边界很难完全理清 在强有力的苏联政府干预下 几个共和国的化界还算顺利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 中亚五国相继宣布独立 但继续与俄罗斯保持着密切关系